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结婚三十五年 到第十五年的时候 其实婚姻就死了 按您的说法 是吧 就要离婚了 是吧 这次是来离婚的 是吧 是 怕不怕 害怕 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老伴的脾气大 是 据说结婚以后还不错 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他就变了 对 他有哪些变化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谈恋爱的时候 他对我也非常好 非常关系 结婚一年 也非常勤快 也帮我做家务 就是他甚至就是 搞物理卫生 他都比我 搞得都干净 结果有孩子以后 他这人就大大的变化了 有一次 孩子哭 吃饭 吃完饭了 我说你去把碗给我刷了 我说了两遍 他没有动态 当时跟你讲什么 我工作非常累 我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我去刷嘛 我说两遍 最后这碗还是我刷的呀 这还不说 我们家女儿生病了 吵着要爸爸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能不能回来 女儿已经高烧 三十九度多了 我说你回来一趟吧 咱们俩去跟孩子上医院 去看病去 孩子就要爸爸 我当时电话里边 不告诉你了吗 我单位呢 我离不开 因为我太忙 你先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嘛 我工作完了之后 我就去医院嘛 我觉得他拿工作 有点太为重了 就是孩子高烧 哪个领导 就是应该理解 请个假 有什么问题呢 而且他是第二天回来的 对我们母女俩 根本就不关心 我感觉是 再不说 他这个人平时 好叫好为的 经常和朋友出去喝酒 有一天 喝得宁定大醉回来 回来以后 吐得满屋子都是 我一面还得照顾孩子 我一面还得打扫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了 人自己又炒两菜 坐那儿 又把酒中摆上了 我也是出于关心的角度 说你看你 昨天晚上已经都 喝到那种程度了 那你这身体 还要不要了 是不是 结果呢 我这话没等说完 他嫌我唠叨 脾气就来了 把碗也皱了 把桌子也皱了 我当时不跟你说了 我说你便说了 因为我心情不好 我在单位呢 受到领导批评了 我心我自己再喝一点酒 我自己找一下平衡 那哪个男同志都有家 谁把单位的事情 都带回家呀 情绪带回家呀 这毕竟是家 家是什么意思 家就是温暖的地方 是个男子汉 你就应该把这个问题 自己解决了 不要带到家里的嘛 我是关心你嘛 大姐 您这好像有点 秋后算账的意思了 不是秋后算账 这不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吗 因为就是说 这件事情对我 触动太大了 那会儿就应该跟他离了呀 我就是那时 我想跟他离婚嘛 咋就没离呢 因为那时候孩子太小 因为我的女儿 也非常懂事 既然是我们俩 结合在一起的 她也没有犯什么 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您还是不想离呗 不是那个事 想着个孩子 我这女儿这么优秀 还是个女孩子 我跟他俩离了婚以后 就是对孩子往后不好 我女儿又在这单亲家庭出生 讲来孩子找工作找对象 都会有影响 我是考虑大局 所以来讲 我就把这事情全引下来了 但是您这心里 一直都记着呢 是吧 那是当然的 这一道一道 一比一比的啊 是 在这以后吧 她工作又调动一次 经常出差跑外 我俩接触 就是时间就短一些 见面少了 她十天二十天回了一次 我们俩就是吵了 就是少一些了 听明白了 剧少离多的时候 反而关系好了 是这意思吗 对 这样的时间也不长 好景不长 先隔几年 哎呀 我听明白 就是两地分剧的 她来说是好景啊 两个人住在一起 那就是地狱啊 所以你看 这就叫名存始亡的婚姻 是 回来之后呢 我们都接近 退休的年龄了 我也退休了 她也退休了 退休以后 问题 矛盾就出现了 出现了 我们平时 见面的时候少 退休以后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见面的机会多 矛盾就来了 这还是夫妻 对呀 她回家看着我 这也不顺眼 那也不顺眼 我做什么都不对劲 要以她的想法 就是说 我们家所有的事情 都应该我做 我干 就用我一件小事 她也发脾气 总是说 跟我俩吵 就是找茬嘛 就是你这个东西 杯子应该放到这儿 我就放到这儿了 位置就是窜一下 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她都会说 你为什么把那杯子 放到那儿啊 你不放到这儿啊 我感觉 她就是说 退休以后 她就变化非常大 经常找我的查 你干嘛找人查啊 关于就是家务这个情况呢 我确实在这方面 存在一些个 男子汉大丈夫的 实际情况 这点我承认 承认不就完了吗